轟20如果能够出来的 中国的隐形的轰炸机 就可以赶上美国的这个水准 可以做渗透轰炸 它是跨洲 跨洲可以横发整个太平洋 敌方可能没有办法发现 你要跟美国这样子的国家 他不断地把他的军力 放在你家门口的时候 你只有展现你能够 把你的军力投射到他家门口的时候 你大概才能够跟美国人 讲话会更有底气 观众朋友我们带您 这一集来关心的是 来看到是中美在战略轰炸机的一个大PK 引爆了印太现在最新的一个军事竞赛吗 我们都会来一起带您关心 先来看到是来自于香港商报 在3月11号的报道说 解放军的空军副司令 这一位是王伟 透露从2016年开始 研发了8年的中共 下一代的战略轰炸机的部分 说这一台叫做轰20 很快就会对外来正式公布了 好被问到轰20 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正式服役 王伟则是表示这个很快 直接就会跟上了 我们来带您稍微了解一下 轰20它具体的性能有哪些 其实也是相当保密的 但是外界认为 作为中共最新研发的这个战略轰炸机 轰20的性能目标是在确保它的隐身性 包括它的隐身性要这个前提之下 也能够满足在跨洲际之间的一个飞行 另外还有超音速的飞行 跟超大的这个载弹量 载弹量等等的一个性能 都是它的主要目标 我们先来请教将军 轰20在这个时间来高调公布 所代表的意义 因为轰20它是逆中轰炸机 而且它是远程的 可以做渗透轰炸 因为它逆中 那这样的话这个算是重磅 而且目前中共的轰6轰炸机 它的最大航程只有7000公里 没有办法到达美国的 这个有效的攻击距离之内 但是这个轰20出来的状况之下 它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出来 它是跨洲 跨洲可以横跨整个太平洋 这样的话它可以轰炸完毕的时候 让敌方可能没有办法发现 而做了逆中轰炸 做一个众生攻击 逆中的渗透攻击 炸完就没办法发现 没办法发现的话 这样的话能达到它作战的效果 取代轰6 因为轰6毕竟用久了 轰6的作战班程只有2500公里 最大航程只有7000公里 但只有单程 所以你作战班程只有2000 2500还没有到达关岛 因为关岛距离中国大陆 3100公里 你看看 换句话说这个距离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轰20的话 目前最短的航程是8500公里 那可以跨走了 那它经过空中加油 但它现在要突破了 所以它现在为什么没有立刻释出来 第一个他讲过了 确保隐身性 因为轰炸机它的体积变大了 体积变大的逆中的效果就变差了 那怎么样去做最好的 那是不是除了涂层之外 还有它的角度的问题 要不要做流线型 因为流线型很容易被微波反射出去 被发现 那流线型的角度要改变 还有它的涂层 那是不是将来现在又有新的技术出来 电浆的技术出来了 那电浆技术出来 在它的这个 我们叫做蒙皮飞机的表面 加上电浆这一方面 只要它的电力够 因为电浆效果是非常吃电的 但是轰炸机它的发动机够 它的发动机输出的马力够 发电量也会够 对电浆的效果可以克服 看看它也没有电浆技术 第二个 它竟然跨洲飞行 油量要载得多 油量要载得多 你飞机的复合材料要多 因为你复合材料多 飞机才会轻 你如果是用合金材料 飞机重 那你怎么跨洲 那你没有办法 那你要多用复合材料 因为复合材料又有逆中技术 所以这要去克服 那它现在要慢慢逐步逐步克服 第三个 还有它讲过超音速飞行 你看超音速飞行的话 是非常耗油的 油量还要载得够 那你这样换句话说 油量要载得够 挂蛋量也要载得够 那你复合材料 还有你的油箱的设计 是不是要确保隐身技术 不要被破坏 如果你这些如果都加大 隐身技术被破坏 那就没有了 那就你的效果完全前功进气 你看它的后面的 它后面的发动机 它的进气口 在有点在略上方 它的排气口也在后面 为什么 它怕 它就要排除 远距的红外线 搜索追踪系统 对它的排热发现 所以它散热在上方 你看它 而且它锯齿状 让热静快散开 还有它的 你看它的后面的这些 它的机翼的翼间 翼间的角度 现在是直角 有点点直角 它那个翼间的角度 不是是锐角 不是我们讲到的一种弧形 它是个锐角 锐角也为了躲避雷达 所以它 那这样锐角 没有弧形 取代的弧形 那气动力受破坏 气动力受破坏 生力叙述就受破坏 那这样的话 又会耗油了 所以它整个要去考量 要取它的优势 减少它的短板 那就变成这样 最重要的 不要减少它的载弹量 如果减少它的载弹量 那我轰炸机的意义没有了 就变成一个战轰机了 那这样的话 我发了那么贵的经费做研发 结果产出的产品 轰炸的作战效果是有限的 那对它来讲会大打折扣 所以我们知道 轰二零竟然是跨洲 然后渗透攻击 还有我们讲到的渗透轰炸 是最佳的力气 那它这样的话 在设计上 要能完美无瑕 才能够发挥它 最大的作战价值 跟它的作战效益 是 看完它的技术 跟它的研发 刚刚将军帮我们讲了非常多 这个轰二零研发 如果成功 对中国航太产业来说 有什么象征性的一些指标意义 等一下介大使来帮我们分析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 它其实这一款飞机 它也是世界上的第三款 刚刚将军特别补充到 它的隐身性很重要 那试飞成功的话 中国有可能会 弯道超车美国吗 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 那我们来看王伟怎么说 他的想法 还是现在比较相对的保守 他说 我们不是跟美国来做比较 我们只会保卫自己的安全 能不能弯道超车 他也是笑一笑说 到时候让大家来看 好 介大使我们来看 你怎么看这个 对于中国航太产业的一个象征意义 我觉得超车的话 现在还言之过早 起码就是能够赶上 美国现在的优势 因为现在在这个 隐形的这个战机部分 这个就是战斗机的部分 中国大陆有殲-20 殲-35 美国有F-22 F-35 大概从数量上 我们看到大概中国大陆 现在殲-20的目前产量 大概一年120架 那它可能很快到一年到200架 所以在数量上慢慢可以赶上 那美国的F-22它已经慢慢要退下去了 可是美国的F-35 大概有800多架吧 所以这个就是隐形的战斗机部分 还在要赶上来 接下来就是轰炸机这一部分 轰炸机美国一直享有绝对优势 B-52这一型的飞机 大概有70年了 大概有没有70年 大概五六十年有了 ABCDEFGH 现在还有70几架 那么它可以飞到一万多公里 然后它事实上非常有震慑效果 可是它不是隐形的 隐形轰炸机美国已经有了 那所以在这个方面 中国大陆只是赶上 也就是这个轰-20 如果能够出来的 中国的隐形的轰炸机 就可以赶上美国的这个水准 当然在数量上 在战力上 那还要进一步的 我觉得还有发展空间 那就是说一个国家 基本上它的防卫能力 要随着它的经济生命线 还有就是说它的敌对国家 对它的投射能力 能够产生怎么讲 产生有效的嚇阻跟保护能力 那以现在中国大陆来讲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 贸易线偏不四五 那中国的海军的空军 是不是能够保护住 中国的这个贸易线 这个还有一段时间 那另外一方面就投射能力来讲 美国的投射能力 是世界第一的 美国的飞机可以直接 很快地飞到中国的临近 中国的周边 那它要进入到中国领空的话 也是非常快的 美国的航母 美国的这个水下部队 它的核子攻击潜艇 它都很快可以 部署到中国大陆的周边 相对的中国大陆现在这方面 跟美国相比的话 只能在自己的邻居的水域跟空域 产生一个嚇阻跟一个怎么样 一个反击的力量 可是你还没有那个能力 对于你的敌对国家 对它的本部产生相当的怎么样 相当的攻击以及威慈能力 武器本身除了攻击的话 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威慈 我今天能够打到你 那对你来讲的话 就是你要 你必须要把你攻击我的部分 放成防守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最好的防守是攻击 那轰炸机说实话 它不是一种防御性的武器 它是一种攻击性的武器 跟航母 跟这些核子动力的攻击潜艇 跟核子动力的战略潜艇 是一样的功效 所以你看中国大陆 现在在赶的部分 航母 对不对 这个是有攻击性的 然后轰炸机 这是有攻击性的 然后水面下的 这种核动力的攻击潜艇 跟核动力的战略潜艇 中国大陆在快速的发展 其实你说这是一种扩张吗 这是一种防卫吗 我觉得防卫性是比较多 因为中国大陆 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几十年来 都是美国成军于中国的家门口 中国现在没这个力量 那第二岛链刚刚突破 对不对 第二对美国的关岛 刚刚形成一些威胁 这些是不够的 你要跟美国这样子的国家 它不断地把他的军力 放在你家门口的时候 你只有展现你能够放 把你的军力投射到他家门口的时候 你大概才能够跟美国人 讲话会更有底气 所以中国大陆的建军 我觉得为什么这么快 我觉得他在快速追赶这一块 那么这个叫投射能力 就是说你军队 你只能在家里 打所谓的这种 兼臂亲野的这种 游击战也好 城市战也好 是没有用的 大国为大国之间 真正的军力 就是说你能够打得到我 我也可能打得到你 那现在我觉得这个轰22 就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只是说在追赶还不到超越 是 整体的海军 中国大陆目前还在紧追在 美国后面持续的在扩张 不过我们来请文贾老师 继续来看到 刚刚我们说了 中国大陆的B 它的这个轰20的部分 对上美国的轰炸机 这个B21 我们来做PK 文贾老师 我看这个看看 不管是大使跟将军都已经提到了 那我简单提一下 其实我呼应一下这个街大使所讲的 其实它所谓发展这个战略轰炸机 就是为了要增强它的长城打击 跟它的战略 就所谓的战略一个防御性 对一个嚇阻 所以我看起来这两个部分 中国跟美国我来比较一下 其实美国它现在现有的 这个不管是B2 或者是已经马上要投产的这个B21 这两个其实美国早就已经有在这个 在做一个不管是训练 不管是整个在运作已经很成熟了 那中国它最近才研发出这个轰20 它虽然是这个第一款自助研发的 大型轰炸机 那现在是这个试试会成功 那其实也显示中国 其实它有这个能力 那就像刚刚大使讲到航母的问题 其实中国有航母 那代表说它超越美国也不尽然 因为其实还有很大的差距 至少还有二三十年的差距 那我们用这个来最后对照 其实这个中国它虽然现在 有轰20的一个战略轰炸机 那其实它跟美国的这个 近距离还是有一段时间跟空间 要去努力要去追赶的 那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 也能凸显说其实中美之间 也在做一个所谓的军事的一个竞赛 那此外呢 我应该提到说这个中美 其实现在近期都在这个 做一个轰炸的机的一个发展 那它背后的这个战略考虑 当然也我刚才提到一个战略赫阻 战略威责 那此外呢 当然还有这个隐形技术的进步 谁掌握了这个技术 谁掌握了革新 谁就掌握了这个 这个世界掌握世界的一个军事先进 那此外还有多余的作战需求 其实就像航母出去 它也是一个等于是海空的一个联合作战 那当然如果说佩服在这个轰 20配复在这个他们中国的航母 其实它能够也能够体现了这个多余 作战的一个需求 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技术竞赛跟地缘政治 那如果说它能透过这个轰 中国透过轰20 也能再确保它从近岸的防御到近海 到现在远洋 甚至到海水 南水海军 其实都能有效的来做一个串联跟这个整合 能凸显它这时候的它的一个战略 跟战术的必要跟需求 是 我们现在刚刚文家老师特别提到地缘政治 我们就来关心这个美军的战力 现在是有了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大力来当靠山吗 我们来看到其实过去驻日的美军舰艇 过往美军大修都会返回到美国本土 自己去造成战力的一个空窗期 那其实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在4月份的时候 我们画面中看到 他前往华府 特别这一次和美国总统拜登展开协商 他说希望未来能够让美军的第七舰队的舰艇 能够就近直接就可以在日本来进行大修 当然这样做法就会大大的提升他的作业效率 我们来请教将军如何看 如果说美军舰队未来有机会在日本来进行维修 这样对日本的军工产业可以带来多大的利益 对 我们来看目前美军常驻在第一条 在日本的总共有22艘大型的军舰 那包含如果是含了其他的勤务舰 补给舰 还有我们讲到的就是后勤的辅助舰 那加起来的话那就更多了 那现在就是说这些军舰在那边执勤的时候 时间一到他就按起要定保 定保要回到夏威夷 你要回到他的母港圣地牙戈 那你跨整个太平洋去 然后在那边做维修 然后维修完毕 然后跨太平洋又回到第一岛 又回到日本 你这个太耗时间了 换句话说这个段时间是空装级 因为那个军舰没有在这边做执勤 那现在进到日本 到时候日本直接维修 日本维修的话 反正军舰在这个地方随时可以用 你这个状况的话 它只是改装哪里 换句话说美国的技术要计转过去 计转到日本 日本有这个条件了 因为日本在二四大战的时候 总共做了29艘的航空母舰 日本是海泉国家 它四个大岛 它是海泉国家 它在二四大战80年前 就有29艘航空母舰在那边用了 条件够不够 山林的造船重工 在这一方面 在二四大战的时候 并没有完全被摧毁 因为它是民间的 它不是军方的 变成这个样 它就军藏于民 日本是用这个策略 然后二四大战结束之后 美日安保 日本马上整个船业都出来的 所以你看 日本做的那些 我们讲准航空母舰 包括初云号 它的盾位都蛮大的 到四万吨的 两万吨 是这个样子 换句话说 日本在这方面是成熟 但是现在经过 美国在给它做计转 因为这些相关的 关键的这些设备 零件 组件 系统件 可能日本 可能要是用美国的技术的资源 才有办法 因为这是美国的军舰 是美规 这样的话日本的海军他将来 把这些 这些关键的技术 还有关键的这些装备 还有最重要是测台 你这种装备完毕的 装上去之后 可不可以用 先做测台做测试 不是说直接装上去做测试 不是 测台测试完毕之后 完全是正常的 可以发挥它的功能 再装上军舰 完全像日本在这一方面的话 整个的系列的技术水准 再大幅提升 会有这个状况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定期保养 这是随时 这个频率蛮高的 22艘 会流进驻 将来也对日本的造船工业 刚好也要复制起来 当然对美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为什么 进场那边 稍数变少了 人员就要做一些裁测 为什么 因为转移到日本 因为转移到日本 日本这方面的能量增长了 能力需求也增加了 换句话它的水准会做提升 那将来对日本的海军海权的这方面的发展 跟造舰的速度会增加 是 谢谢将军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这一节我们来关心的是 美中大国的军力竞赛 来看到是大陆的 尖三五战载机 能够挑战美军现役的机种了吗 我们今天来关心 是来自于香港的文汇网的公布 它号称来自中航工业公司的 这一台尖三五 舰载机的性能参数 根据了报导 会整的数据显示 尖三五战机 我们来看到 它的正面的雷达反射结面积 大约是0.01平方公尺 最大起飞的重量是35吨 再来看到它的作战半径是1350公里 最大速度达到2.2马赫 好 这一些数据当中 其实有很多项是超越了美军的F-35C 还有F-22的性能等等 好 根据港媒的报导 它现在是已经超越了美国的部分 不知道老师怎么看 张老师 飞机是个载台 最重要的是它的搜索系统 还有它的武器性能 是这样子 因为大家 现在飞机都很零巧零变 两个都是逆中 歼35包含跟美国的F-35 跟美国的F-22比起来 这个歼35F是双发 美国的F-22也是双发 他们最大的速度都差不多 都是2.2跟2.0差不多 我认为速度跟它的作战半径 伯仲之间 重要的是它的电站能力 电站能力一般来讲 电站能力每一个人 中国大陆沿海 经常美国的包含RC-135 包含P-8A 还有包括它的阿米提斯 甚至还有包括它的EP-3 都在那边做电子频谱的 这些方面的征收 来做它的大数据 来建置它的资料库 这个都是电站 因为电站能力的大小强弱 可能可以决定未来的战场 换句话当然谁的 这个电子频谱掌握得多 谁的电子的反制 还有自我保护的反反制 比较强 这是关键 另外一个就是自己能够 所敌目标获得 自己所能够发射飞弹 有没有抗干扰能力 它的飞弹的射程够不够长 中共的P-315 P-315的话 已经可以到达200公里以上 美国的M-12洞 它的射程大概140公里 要这样来看 那会不会 射程是一回事 会不会被干扰掉 又是一回事情 所以我们来看 飞机的性能 你这边做一些战力展示 这边做一些特技 好像还会做一些 很奇怪的动作 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表示说这个飞机 性能蛮好 蛮灵巧的 但是真正要去摧毁 敌方的载台 或者要对海 或者对地主轰炸 做战场主角 那就变成它的武器性能 那武器性能 那武器性能的话 它挂的配备的是什么 配备的是常见 还是短见 要这样来看 另外一个 别人所发射的武器 对这个飞机 能不能把它 你做自我的防复 有没有金钟罩 我们叫做电站 电子的软体 电站软体的资料 够不够 能不能它的东西 能不能被你干扰掉 还是它有抗干扰能力 你根本没办法干扰 你的能量可能比较差 你这方面 你这会儿能不能课题 没有真正的 在战场上来做验证 那大家在那边 可能把自己最好的性能 最大的速度 最大的航程 最大的作战班 你展现出来 就这样子 那我认为 最重要的是电站能力 还有它5G系统的功能 是 F35舰最重要的是 它赢过美军的地方 老师帮我们看到 特别是在这个电站的能力 那我们之所以 会特别来关心 这个F35舰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是 中国当时的第一艘航母 辽宁号 从2023年2月28日 返回大连的船厂 进行的中期改造 那其实到现在 已经刚好满了 一年的时间了 那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个画面上 中国网上也流传了 一组照片 这个是在辽宁号 在2月29号出场 前往黄海开启海市的消息 照片中 辽宁号搭载的 就是殲35的等比 是一个等比的模型 那么我们来看到 是腾讯网的军事专栏 也特别说 改造后的辽宁号 是可以搭载 达到了40架以上的舰载机的 好 继续请教 静哥们怎么看 辽宁号这一次 做了中期的一个改造 跟过去商品 觉得在性能上面 大概提升了哪些部分 我必须要跟各位这个报告 所有真正的行家 来看这些改进的工程 人家不是看甲板上摆了什么东西 人家是到码头上的 那个废材的那个斗 那个废料斗 跟那些拆下来东西 来看东西 因为所有建材商 寸土寸金 你要装任何新东西 你旧东西要拆下来 就目前 这个比较专业的 这个讯息显示 这一次轮机 还有很多的负责这个机型 还有这个机物资源的系统 做了很大的改装 因为有很多相关的零组件 被裁下来 而且有很多舰艇上的 叫做辅机系统 提供电力 提供相关的蒸汽 提供相关的压力 很多的这些装备 它其实都有拆下来 或者把它放到 这个废材斗上里头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可以判断 它的传播主机 应该有相当程度的提升 因为大家只看到 好像这个殲35 非常吸引眼光 但是你要知道 它今天之所以能够在一个 这个就是航空母舰上 这个航舰上运作 航舰本身的能力 尤其是机物的资源系统 这个学长是飞行员出身 一定了解这个其中的重要性 而且最重要的 我也要呼应一下 学长刚才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今天要看 这个飞机跟它 谁跟它搭配 整个因为 它是你要看它所赋予的任务 我们要做这个军事作战 就跟一个交响乐 你今天买了一把 这个百万民情 然后请了一个单一的乐师 但是跟它搭配的是一群 这个叫做烂鱼充塑的 那这个事情 也没有办法真正做得好 它还是要看整体的战力 但是我们也不要迷信 什么东西越新越快越高科技 就一定打胜仗 越战时期的时候 美国那个科技随准 比北越那个高了多少 可是在北越的防空 跟它对抗的过程中 美国被打得焦头烂额 所以很多东西不是新 不是好 能力强 而是说你怎么样能够 将它用最好的 这个就是组合方式 然后把它展现出整体战力 那跟歼35是最好的一个 组合方式吗 它可以增加它的战力吗 我们还要看 因为它要真正出来练兵 从练兵的很多细节 它跟哪些飞机会合搭配 而且去征收它的通信的 这个里头的信文 还有它发射的电子信号 你才能做整体办断 所以人家讲说 以前人家讲说 这个菜好不好 你要到哨水桶去看 所以这个船改的好不好 你要看它拆下了什么东西 你才知道它哪些地方有了进步 好 我们继续来聊聊 这个航母的部分 之前是有港媒的爆料 中国规划要同时建造 两艘的核动力的航母 但是那时候 没有获得官方承认 不过我们来看到这个最新消息 是中国海军的政委 这一位是袁华志 他在3月5号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他说了 他说新航空母舰的建造计划 很快 这次他改口了 他就说会公布 那么针对中国的航母战力的发展进度 根据了中共的国防政策研究院的 这一位研究员 他是王云飞 他预测 到2035年将可以达到6艘 而且他特别强调有4艘是核动力的 那如果真的说接下来的航母成军有6艘的话 然后特别4艘还是核动力的 将会如何改变印太军力平衡 老师怎么看 好 那当然这个 第一个我们先看现在的这个印太地区的国家 特别是在这个东海这一块 东海到南海这一条线上 西太平洋 到底这些国家的这个航母的数量 那这里头我们发现到 其实像日本呢 其实是没有 目前没有服役中的航母的 那他有在建造当中总共有6艘 那这个澳洲也没有航母 那印度有2艘航母 不过印度其实是在印度洋 他没有常态性的部署在西太平洋 所以说整体来说 在中国大陆如果他的航母持续的增加 他主要面对到的竞争对手 主要是来自美国的航母 那美国因为全球有11艘航母 就如果他真的全部一半在西太平洋 那大概也就是5 6艘 所以但就表示说 一旦中国大陆有了6艘航母 那就跟美国是势均力敌 那当然美国也不可能6艘全部都来 像前一阵子说有5艘 事实上有一些是换防 有一些是要离开 所以说整体来讲 因为美国有全球性的责任 所以他真的能够部署在这个西太平洋 不会超过6艘 那这个5艘都是很少线的状态 因此这当然会使得 中国大陆是比较处于优势 不过我们要回来看 到底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建成一个 所谓6艘航母的这样子一个航母的舰队 那第一个当然有的人分析认为说 中国大陆应该建6艘 因为它三个舰队 北海 东海 南海 所以刚好就是每一个舰队是2艘航母 那如果还有一艘 应该是部署在印度洋这个地区 所以是7艘 但是现在来讲呢 因为它现在只有3艘 那如果以它这个现在建一艘航母 大概6到8年的速度来讲 那就算它同时开2到3个 那未来到新的航母建成的时候 旧的比如像最早的这个辽宁号 可能也要退役了 对 所以说这它当然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建造航母 虽然中国大陆的造舰能力 是毋庸置疑 是全世界最强的 但是它毕竟它有一定的时间 然后还要搭配它的这个武器 配备 训练这些都再加上去 它真的要建成6艘 其实还是有一段时间要走 是 好 我们看完这个水上的航母 来看到的是水下 共军的水下的 它的潜舰战力也有突破 这个是来自于 美国的海军技术学院近期 它证实的说 中国的这个096型的 首艘的核弹 到的这个飞弹潜舰 经过三年测试之后呢 是在2023年正式开始服役 那和中共的其他潜舰相比的话 特别提到说096型的 这个核潜艇 核潜艇我们来画面上看到 性能是大幅提升了 特别注意到它有可以的 是在极地的冰层覆盖下 还可以发射飞弹的一个能力 好 请问 继续请教老师 怎么看 郑东老师 这个096型的核弹道飞弹潜舰 旧领必须跟它的战力性 怎么看 好 第一个我们来看到就是说 这个096 因为中国大陆它这个 假如是9后面是 09后面假如是双数的话 那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弹道的 导弹的这个潜艇 导弹的潜舰 那这个096是第三款 第一款是092 然后094 然后096 那096这一款呢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突破 是在于说 它用了所谓的这个 叫做荡推技术 那这个荡推技术呢 其实它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说 它这个荡推技术 因为过去它是用内燃机 然后驱动它那个螺旋液 那现在它用这个荡推技术 荡推技术的话 它是用磁力驱动 所以它的所占 它的这个会带来 两个显著的优势 第一个 它的这个速度会变快 第二个 它的使用的空间会变小 也就是意味着 它这个浅舰同样大小 它可以装更多的 飞弹 武器这些东西 那还有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它用这个荡推技术 所以它的这个噪音 大幅的下降 所以这就使得 它能够有达到 相当高的一种 所谓的隐蔽性 那除了这个当然之外 还有其他的 包括它这个大量的导入AI 它这个不管是在 这个态势认知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 提供决策的相关数据 这些我想这个也是它 所谓技术进步的一个 技术进步的地方 那整体来说 像过去 比如像92 092或094的话 它的这个所谓在水下 能够生存 大概是60天跟75天 092是65天 092是60天 094是75天 那这个096呢 它是120天 所以它这个时间 可以存续的时间是非常长 第二次它鱼雷 可以部署的鱼雷的数量 也比092跟094呢 要多了一倍 所以整体来讲 它的那个技术 当然是有蛮大的一个突破 当然另外一个 大家更关心的问题 就是它可以承载 这个所谓巨浪三型的 这个飞弹 那因为这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导弹的潜舰呢 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 就是去攻击这个航空母舰 跟陆地上的目标 所以那像这个巨浪三型 因为它的这个射程 非常非常远 所以它等于可以通过水下 对很远端的目标 发动攻击 那这个当然就会对 陆上也好 或者是海上的航空母舰来讲 带来非常大的危险 那简单来说 它能不能突破这个美军 的追踪 在第一岛链的部分 这个就是看它的隐蔽性 对 那其实美军的话 主要当然 就是说如果你的隐蔽性够强 比方向你的噪音能够克服 你能够在水下 生存比较长的时间 当然就比较 有更大的机会 可以去躲开美军的这个追踪 好 那我们持续来看到 这个096型的核潜舰 它还搭载的是 巨浪三的洲际飞弹 射程的部分达到了 超过1万公里 可搭载10颗的分岛式的核弹头 那么特别提到说 每个爆炸的当下的量能 可以达到20到30万吨的TNT 美国的军事学院研究报告 也将中国这一款核能的潜舰 形容它说它是噩梦 并且说这一群的潜舰 将会很难以被探测到 好 特别来请教 静哥你怎么看 它现在搭载的是叫做 巨浪三的一个飞弹 能对中国的核打极力 带来多大的一个提升 我想目前我们大家读的 都实际上都是相关的书面资料 但是我要稍微要提醒一下 刚才卓老师有地方讲错了 这个潜舰都叫做电船 电船意思就是说 它用一个无论是用内燃机 或者用核反应堆 经过发电机 然后储存在电瓶 由电瓶去带动直流马达发动机 然后开始带动车液 要最大的一个技术更新 就是所谓无轴推动 就是中间没有一根轴了 它就把它电送在外面的定子上 然后车液是悬浮的 那个样子因为没有轴 它的噪音会急剧的降低 所以跟什么裁电什么东西没有 这都是核动力的 我要在这边特别要讲 可能大家都会很压抑 这个核潜舰最怕渔船 之所以它有增加这么多 很重要一件事情 是它能够适应大洋的发射阵地 所有这些核潜舰 它要进入战备值班 它要到某一个既定的海域 这个海域要很干净 你知道英国皇家海军 在苏格兰的核潜舰出去 最怕北海在抓雪鱼的渔船 因为经常这个潜舰 就被遗船给捞起来了 所以它要想办法进到大洋去 我们一直发现我们台湾东岸 有一大堆的海洋测量船在那边 它就是希望能够在太平洋 能找到适当的海域 因为洋面流跟洋中流不太一样 它能够在一个很稳定的洋流之中 然后在那边漂浮 然后接受到信号 然后做核反级的任务 所以这里头最重要一件事 这个洞96这个潜舰 洞沟6潜舰是能够突破它近海的 原来现在预设的发射阵地 然后进驻到大洋的发射阵地 这个中国大陆从发展核潜舰部队的时候 从当初的江戈庄在青岛旁边 后来的这个就是小平岛在旅顺的旁边 到现在发展到南海 为什么美国一天到晚 要站在那边南海的活动 就是因为从三亚那边出来的这个基地 要穿越西沙 到达南海某一个地方 很少渔船 在那边很稳定 叫它在那个地方 就叫它它的发射阵地 这就是美国一直在南海去找它 你的发射阵地就在哪 那在南海这个地方 已经不是最理想的 要是在台湾东岸 它突破这第一岛链 然后到达某一个非常 就是船运活动很少的地方 那它的核打击的可信度 就会以指数性的态势成长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门道所在 是 好 同一个问题 继续请教将军 能对美国造成威胁吗 因为这个我们讲的弹道飞弹 洲际弹道飞弹它有三个发射的 一个是地窖式 地井的 这是很容易被锁定被标定 这个位置是没办法 除非你放在火车上面 或者运载在车辆上面 怎么跑 变成机动式的 要不然你固定阵地一定被锁定被发现 那第二个我们知道是战略轰炸机 中共的战略轰炸机是轰6N 那轰6N最大的飞行距离 只有5500公里 作战半径2500公里 再怎么飞 你就飞到2500公里 除非在做空中加油 然后打的是巡异飞弹 它打的不是中级弹道飞弹 它打的是巡异飞弹 上面刮了核弹头 但是丁多只能打到第二岛链 打到关岛 夏威夷还没有办法 所谓夏威夷没办法 所以你是非常非常长城的 这个巡异飞弹 那这个弹体太大了 没有办法 彭流温装不下去 是 那唯一的什么 我们核子动力 弹到飞弹前间 因为这个刚才张静也有讲 左教授也有说 它隐蔽性够 它到它的一个 它布放在那隐蔽性 而且它现在它的噪音值 最高降低的 096比094的噪音值降低很多 到了95分贝 95分贝 比海洋的背景值高一点点 比较隐蔽性又增加了 那它的载弹量又大 它隐蔽性够 那载弹量又大 16个 那16个 如果分导是说 有讲6个 有讲10个的 那你乘以6或乘以10 那就不得了 隐蔽性够 然后被发现的几率低 那这个换句话 是比前面两个 地教式的中继弹道飞弹 还有挂在轰6N的 这种空射的巡运飞弹 这挂的核弹头 都来得有效 那现在中共正在研发 目前正在出级作战测试的 轰-20 逆中的 长城的 这个逆中战略轰炸机 它还没出来 它现在的数据出来 是能够飞到8500公里 那就不一样了 如果它能够飞到8500公里 轰-20出来 又有逆中效果 那可能又会 它又会焦点 又从096的 核动力的弹道飞弹前进 转移到轰-20 但是轰-20 现在还没有列入作战序列 所以先盯到这个096 而且096 它挂了这个巨浪山 可以打到1万2千公里 是 换加上它可能就在 刚才张静所讲的 就在南海 还不要出来 如果出第一岛 出第二岛 1万2千公里 它不要出来 都打到美国西岸 如果出来的话 它可以打到美国东岸去 是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它的隐蔽性 跟它的机动性 会造成美国在这一方面 非常重视 谢谢张老师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地点政治 内中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动心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近战 全球大战线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